特朗普目前仍然拒绝承认败选和权力交接 其竞选团队继续就计票问题提起诉讼 而美国佐治亚洲即将手工进行全面的重新计票 那您觉得这些情况存在改变选举结果的机会吗 还有大选僵局难解 拜登会如何打破困局去接手工作实现过渡呢 我想现在对于拜登来说 可能他最焦虑的事情不是他如何去实现工作的过渡 而是特朗普会不会真的如期交权给他 那么如果特朗普要把法律官司打到底的话 那么可能拜登在当选总统之前 就有一大堆涉及到他能不能如期的去入主白宫的一些麻烦事 至于说入主了白宫以后怎么去治国理政 恐怕倒还在其次 老实说最近几十天的信息断绝 对于拜登来说绝不是问题的最严重的方面 那么对于拜登作为后任总统 更多的是要尽快的让特朗普接受败选的结果 而不要再继续纠缠下去 但这是需要这几个关键州 那么做出这个进一步的确认的 因为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美国目前 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 仍然是一个媒体的计算结果 并不是一个官方结果 理论上说那么特朗普翻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当然如果特朗普真的能够翻盘的话 带来的一定是全美的大混乱 实际上以现在的美国各州的表态来说 这种可能性不大 那么未来拜登的问题是 拜登要在特朗普一发的表现 极端的情况下 他要表现出这种包容和克制 那么以此来营造自己更得民心的一个政治形象 所以这也先天地限制了拜登的策略选择 就是拜登不能像特朗普一样 去资助比较 在每个州都要重新点算分排 所以他更多的还是指望在特朗普提出争议的这几个州 那么最后的点票结果仍然对拜登有利 实际上我们说如果美国的州的法庭也好 最高法庭也好 确认邮寄选票 在只要是选举结束 当天借出的都能有效的话 那么拜登大概率上会对自己的重新计票的结果 仍然充满信心 请不吝点赞订阅